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女孩早收下一朵玫瑰 怕从不依赖谁 一早就机会爱的雕贵和纤维 她承认后悔却哭不停伤泪 她习惯张着双眼和黑夜 倔强无面相对 只是想知道内心而已 那个黑 别要太相信爱误会 爱误会 爱绝对 她从不以为爱最美 她说那全是虚伪 像旷野的玫瑰 用脆弱的花蕊 想迎接那寒净的雨水 所以温暖着爱悲 所以似是而非 让她直觉自己 发挥 她一直给 每次给 当性侵害的事情要上新闻版面 通常是因为跟名人有关 人们就会说 怎么搞的又发生了 可是其实这样的事情 是每天都在发生 而且如果来把它摊开来看的话 可能它发生的时间 就时速间隔之短 会让人大感惊讶 所以呢 不管我们学校里面的 性贫教育是如何的推动 但是 或不推动 但是我觉得教孩子保护自己 都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 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发生 所以我们要教孩子 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呢 我觉得每个成年人 应该都有一个意识 那就是 女孩要教 男孩也要教 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 社工出的主任蔡一如认为 从幼儿园就要教孩子 辨识危险的状况 以及身体的界限 心理师陈建宏 发表在台湾心理自上纪刊的论文指出 男性性侵害的现象 远教一般人认知 是更为普遍的 但是呢 却有着低通报率 以及后续缺乏适当处理的问题存在 因此许多被侵害的男童 求助无门 终其一生为精神疾病所苦 无法建立与人之间的信任 以及亲密关系 就像我以前陪着带着弟弟的孩子 男孩女孩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以前啊 都会跟小男生说 跟那个哥哥说 你去上厕所 我陪妹妹去上厕所 我们待会在哪里哪里 见面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 因为我们女生厕所 排队排得比较久 女生厕所常常都这样嘛 那所以我们就耽误了比较多时间 因为妹妹上完厕所之后 我也要上厕所 然后当我牵着妹妹的手 走出来的时候 我赫然看到 哥哥蹲在男生洗手间的地上哭 我觉得非常的震惊 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说 你们去哪里了 我在这里等你们等了很久了 你们都没有出来 我以为你们不见了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那就是 小男生不只是会感到恐惧 他也有可能 真的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所以从那以后 我不会再跟他们两个说 哥哥自己去上厕所 我陪妹妹上厕所 我会 先让他们两个人在外面 等我上完厕所出来 之后我就站在两个厕所的中间 然后让他们两个人排队去上厕所 同时我也开始告诉哥哥说 在厕所里面 如果有你不认识的人 想要碰你的话 你就要赶快跑开 或者你大声叫 鼓鼓就站在门口 你听懂了吗 他看到我那个很严肃的脸 他就点点头说 好我知道了 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很多人告诉我们 说男童也存在着 可能会被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危险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直觉就告诉我说 其实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在女孩身上 有可能发生在男生的身上的 那么有专家提出了三个关键 可以让我们远离性侵害 第一个就是男孩要学会保护自己 比方说被衣服遮住的私密部分的地方就不可以随便被碰触 当然也不可以随便碰别人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一辈子 那一辈的家长 特别是男生 就是包括爸爸叔叔伯伯 非常喜欢去碰小男生的性器官 并且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善笑 就说哎呦这是个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东西呀之类的 然后小男生就很不自在 他们扭一扭去 说不要啊不要了 然后呢叔叔伯伯啊 爸爸甚至于包括爸爸就哈哈大笑 后来我就觉得说 这不是有问题吗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嘛 那当然作为大人的 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孩子的出入状况 因为性侵有一半以上 其实是熟人所为 有一半以上是熟人所为 有一半以上是熟人所为 我曾经跟一些家长讨论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他们认为所有的危险都是在外面的世界 都是所不认识的人 但我一直告诉他们 我看到很多资料显示 你要注意的其实是熟人 他们都不能接受 都觉得不可能 可是事实上 真的你去看很多 me too的孩子 你会发觉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被家里面的人 或者被熟人 所侵害的 所以请家长面对这个事实好吗 那孩子上小学之后呢 要定立规范 只要碰触到身体 就一定要征求他们的同意 即使是爸爸妈妈也是一样的 要让孩子学会保护他自己 第二点就是 孩子突然行为异常的时候 请不要觉得只是因为变天啦 孩子是不是长大啦 变得怪怪的 请想办法找出背后的原因 比方说发现孩子最近情绪变得比较奇怪 不想去上学 或者突然很害怕某些东西 不要先只是开骂 有可能孩子其实是在向大人求救 最好能够尽快地找出孩子改变的原因 第三就是要保持信任的管道 让孩子能够无所畏惧地 说出他心里的话 就有机会可以早一点阻止悲剧的发生 在孩子青春期前呢 就要建立良好的关系 当孩子知道说错了 也不会被骂 也不会被处罚 当他全然地信任你 他就会放下心房 好好地跟你说话 那么如果他有需要求助的时候 他也会向你开口了 有时候啊 有些大人的反应 会让小孩子觉得更加的害怕 多数人呢 听到孩子被性侵 都会很震惊 很慌乱 而且觉得很羞愧 自责 那最想做的事就是 喜事宁人啊 社工处的主任呢 蔡依儒建议说孩子很敏感 当孩子愿意说出来的时候 他同时呢 也在敏锐地观察你的反应是什么 所以家长不妨选择 先相信和接纳他 再去了解 孩子到底需要你帮什么忙啊 千万不要急着否认说 哎呀你还小啦 你又不懂 或者是说 啊没有 人家只是在跟你玩啦 这一类的话 这样子的反应 会让孩子更加的自责 更羞愧 而且真的会毁掉 孩子的一生 研究已经发现 小孩如果得到帮助的话 他的恢复力是很强的 而家庭的支持度高 孩子的恢复就会比较好 所以建议家长呢 可以引导孩子找学校的辅导室 同学或是咨询电话说出来 不要闷在心里 一步一步的从温柔的接纳与陪伴 抚慰孩子的伤痛 让他们可以回到正常安全的生活轨道 总而言之就是 作为家长啊 或是师长的我们 有可能成为孩子在受各种侵害的时候啊 最有力的支持跟帮助 但是只要我们稍以不慎 就会成为帮凶 可能我们对孩子的伤害啊 会比孩子原先受到的伤害 来得更深 更长 更痛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是赵永华所演唱的 《单纯的美好》 希望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 都能够是单纯的美好 这样的生活其实 一杯咖啡一个人 真的也特别有滋味 各自有不同方向 别挂念别担心我都安好 那时段沉淀了灰暗 把胸口训练的够宽 快乐是我现在的心仰 走很慢 不想吗 这最单纯的美好 你是很久的美好 快乐呀 像是年少 有时候寂寞却悠悠 全部时光 这种单纯的美好 脸上久违的光芒 快乐呀 我不害臊 在大街上 对着世界 追高伤 今天在我们幸福阿列车 第二个小时听歌 听故事的单元 再度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资深乐评人 叶云平 云平老师在节目中 曾经我们介绍过 独立音乐厂牌先锋 就是真言社 今天要带我们来的 魔言时代咯 在两者之间 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 那么魔言又曾经 为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 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云平老师好 曼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之前 我记得我们在介绍这个 是90年代吗 是不是 的时候有特别介绍过 中国火 那时候有提到过魔言 对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在讲 因为台湾的1990年代的 流行唱片工业 发展到巅峰的状态 所以很多 包括这个东南亚 还有中国的香港的 都来台湾发展 那尤其中国这一块 魔言唱片担任了一个 先锋角色 引进了中国的 这些优秀的摇滚乐 跟民谣的创作人 但是那个是在 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 对 然后魔言那个时候 在中国发展了 大概四五年之后呢 遇到一些困境 所以等于是这个 以台湾人为主的这个 这个唱片的组合 跟体系呢 就整个移回台湾 因为魔言唱片本来就是 有滚石所发展出来的 职场牌 对 所以大概在 94年以后 9495年以后 魔言的工作重心 就从中国移回到台湾 台湾了 然后也由此而发展出了 整个90年代中后期 魔言创造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 为台湾流行音乐 创造一个非常特别的 风景跟场面 OK 我手上拿到的资料 是说魔言唱片 是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 然后结束的时间 是在2002年 对 所以其实就是 十年的时间 对 他刚好就是见证了一个 台湾流行音乐 走到一个最高峰 然后在2000年之后 因为这个盗版 跟网络数位的风行 所以整个往下坡走 他刚好见证了这个 等于是非常非常 黄金的十年 但是他其实是从 滚石独立出去的 一个制作公司吗 对 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这么想好了 其实 我们在介绍 中国火的时候 那个时候 魔言的名字 还叫做魔言文化 他其实是 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他算是滚石的一个职场牌 以魔言文化的名义 当然也因为对岸的关系 你不能成立民间公司 所以用这个文化事业的名义进去 但是回台湾之后呢 他等于算是一种 有滚石投资 然后自己独立出来 成为了一个唱片公司 就变成魔言唱片 对这个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 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500啊 张正月啊 他们这个CD上 专辑上挂的都是 魔言唱片的名号 那之前一点的可能还是 有滚石唱片logo 跟魔言唱片logo 放在一起的 对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 OK 我们现在今天来听 在1994年的时候 这是由500跟China Blue 所演唱的这首歌 叫做《牵挂》 这个算是500 跟中国的音乐伙伴们合作的吗 也不是 其实我们上一次介绍 真言社的时候 其实就介绍过500 但是我们那时候说 他的第一张传奇叫做吴俊玲 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的 然后那张唱片也不红 然后只有少数这个就是 死中的歌迷比较喜欢 所以后来呢 500就自己组了一个团 叫做China Blue 所以是他自己的团 对他自己的团 叫做中国兰 他那时候其实想要做 所谓的中国兰调摇滚第一人 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组了一个团 叫China Blue 所以过了两年之后 他转头这个魔言唱片下面 就改了名字 就我不用 我不用这个吴俊玲本名了 我取了一个这个 江湖比较人 比较多人叫的 这个这个外号叫500 与他的团叫China Blue 这个名义来重新出发 OK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这首《牵挂》 《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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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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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